如果我今天只是英文讲到,大家应该不需要坐在这里很长时间。 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天国的引力。 如果您把它打开这个面译的话,就看见今天所引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 我现在心里忧愁。 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了。 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来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 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乃是为你们来的。 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耶稣心里忧愁。 在二十七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 他心里忧愁是因为那个时刻将要来临。 但是他很清楚,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时候。 他很清楚,从约上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是上帝的爱差遣耶稣到世上来。 而且他很同意天父要向世人的爱。 那我们说,既然他心甘情愿来,为什么心里忧愁呢? 是因为他心里忧愁,因为人类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属灵上的误会不堪和属灵的疾病。 这个我讲下面的话听起来很奇怪。 就是人的灵魂的病只有一种解法,就是死了。 我们通常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会告诉你说,我吃了这个药你就活。 现在圣经说,只有死才能医好你的病。 当然这里不是讲我们的身体死了就能医好我们灵魂的病。 它是说我们灵魂的永恒的死才是解决以灵魂永恒的疾病的问题。 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上一地造人的目的不是要人去死的。 如果人最后是像永恒的死亡里面去的话,那么被灶的人就跟灶物的上帝就隔开了。 这但是上帝的爱实际上是因为有这么一种想法,神的爱就处于一种非常难处的这么一种境地。 如果上帝又爱人,不愿意人下地狱,但是人的病又必须要死来解决的话呢? 是上帝一定要用死来解决人的病的问题。 根据神圣洁的律法,有罪必要死,罪的工价是死。 因为这个缘故,耶稣才到这个世上来的。 他也知道他是为了解决人灵魂疾病的问题才来的。 耶稣并不是怕死。 耶稣之所以心里忧愁是忧虑那全人类那喜自不敬的那个属灵的那个不洁净的污秽。 39看一下人口,walkeriaaaaaaa he obeyed the father and he came down here knowing why he was coming. 他顺服天上的父,他从天上下到地上,他知道他来做什么。 anduh...but he also agreed with the father sending hill. 而且祂也很同意祂天父 开遣祂 所以祂是心甘情愿来的 祂顺服了 甚至祂要受人不接近的误会的罪所玷污 所以圣洁的耶稣要受人类罪恶的玷污 所以他最后看见有一个回应 对耶稣心里的忧愁有了一个回应 祂说 父啊 愿祢荣耀祢的名 这个要荣耀上帝的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人和神 被造人和造人的神 还是可以在一起 不至于隔绝 所以耶稣是心甘情愿的同意天父的计划 祂说 好 你拆过去 我就去 第三十一节说 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 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把审判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们要牢记一个现实 就是因为人在罪的下面 所以人是心甘情愿的降伏在撒旦的权柄之下 上帝从来没有把人放到撒旦的权柄之下 撒旦也没有征服人类 然后把人类为作奴隶 我们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放在撒旦的权柄之下 通过什么方式呢 就是人不停地犯罪 每次犯罪都是把自己重新确认 我是撒旦的儿女 但是在第三十一节我们看见还有另外半句 他说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意思是说 这世界的王将要被击败 要被打败 那你说 我怎么样来解决 怎么把世界王赶出去呢 是通过十字架 第三十二节说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这个人被定死 耶稣被定死的结果是要吸引 这个吸引不是 这个英文两个字不是写什么东西 而是要把人吸引归向他 And a response to that drawing brought rescue 这个对 当耶稣吸引人归向他的时候 这种吸引最后让人得拯救 Now we all know gravity, don't we? 我们在座人都知道有这个引力 有重力 It draws us down 重力是什么? 把人朝下拉了 这叫做地心的引力 Try stepping off the roof 不相信大家可以试试 现在从这里 发音不下去 大家试试有没有引力 Then one of your children trying to catch Oh Sylvia's here One of her boys did that 好 我们中间以前在这些Logo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他的小孩就是试图从这里跑 他真的跳下去 And where did they end up? In the road 他真的从这里跳下去 他当然最后是掉在池子里 那因为自重力的原因 他不会朝上飘 他只会掉下去 The thing is gravity, we all know it's there 但是人类对引力的了解仅止于此 We can't see it 这个重力引力我们肉眼看不见 But we know it exists 但是我们知道确实有引力和重力 Now Jesus' crucifixion also reacts in a drawing 那耶稣的背定十字架也什么? 也产生一种引力 但是这种的引力不是把人朝下拉的 这种引力是把人朝上拉的 每一个世上的人 耶稣都想办法 要把他们吸引归向他 我们看基于三十二节怎么讲 第三十二节说 我若被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 就要吸向 吸引万人来归我 like gravity we can't see that drawing 这种吸引力 就像地心的引力一样 我们肉眼不能看见 but it is there 但是这种引力确实存在 I would call it grace 我会把这种吸引力叫做恩典 God's unmerited favor 这种恩典是人没有办法去赚取的 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we don't deserve it 我们不配得到的这么一种恩典 we cannot control it 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 去控制这种恩典 and really we can't demand it 我们也不能去要求得到这种恩典 because it is a gift 因为这是一个白白的恩赐 这是一个礼物 all we can do is receive it 我们能做的 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领受它 and it is God's gift to all people 这是上帝对人的恩赐 全人类都可以领受这样的恩赐和礼物 and it is available because Jesus died 那么这种的恩典是什么呢 是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 因为耶稣死了 now we say wait a minute there are all thes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have never heard about Jesus 那有人问了 他说这世界上有很多人 我没有听到过关于耶稣的事 and you say that if he and I if I be lifted up I will draw all men to them if they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m how can they be drawn 所以有人就有辩解 他说耶稣说我人子被举起来 说我要吸引万人的归向我 但是地球上还有很多人 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过的 但是我们要去看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是谁 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God pervades the whole earth the whole earth he pervades it actually 总体上来说 整个宇宙万物包括被造的人 包括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 神所供应 And in Romans 1 tells us There isn't anybody that is without an excuse because the trees and the world we see around us tells us about God 在罗马书第一章明确地说 藉着可造之物 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然眼睛不能见 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叫人无可退位 圣经也说人若寻找我必寻见 Now I have to add a little verse that I didn't have before in Acts 17 我必须要加一节圣经是在使徒新传的第17章 And this is where Paul was in Athens 这是在使徒新传第17章 当时保罗在雅典 And you know he was talking about Seeing an altar to an unknown God 这个当时他去在雅典的街头走路的时候 他看见有一座坛 这座坛上面写着为食之神 And then in this I think it's verse 31 I think it's verse 31 It's before that 28 or 25 25 Yeah Yeah And verse 24 The God who made the world in all things in it Since He is Since He is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Does not dwell in temples made with hands 在第24节说 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 既是天地的主 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 Verset 26 And He made from one Every nation of mankind To live on all the face of the earth 在从第26节说 他从一本造造出万祖的人 住在圣地上 Having determined their appointed time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ir habitation 并且预先竞争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 So the reason why the Chinese live in China Is because God put them there 因为为什么中国人住在中国呢 是因为上帝把中国人放在中国了 But the reason why He put them there is this Verset 27 我们要看为什么是这样子 在从二十七节我们就可以得到答案 That they should seek God If perhaps they might grope for Him And find Him Though He is not far from each one of us 二十七节说 要叫他们寻求神 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其实祂离我们个人不远 The thing is the Bible doesn't tell us How the Lord can be near to them But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He is 我们尽管不知道神如何的 让人这个能够寻求祂 并且呢 祂离众人都不远 意思说上帝可以安排各种的方式 让人认识祂 尽管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方法 但是圣经是如此说 祂是这样应许的 圣经说如果我们寻找必要寻见 而且神会保证人若寻找 祂必定能够寻找神 And right now Amongst the Islamic countries He is showing him He is doing things He is not doing in other countries 这个祂在比方做的中东 那些穆斯林国家 神也在做同样的事 神在其他国家做的事 祂在中东国家也同样做 祂也吸引万人会向祂 我们看到过很多的报告 这报告讲到说 穆斯林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 但是在他们的梦里面 可以梦里面可以梦见主耶稣基督 亲自地向他们传递福音的信息 当他们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他信靠耶稣基督 他认罪悔改 神要把福音的信息 带到全人类每一个角落 神不会束手无策 神不会说 这帮人我倒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会给他 神没有难题 因为我们知道 彼得曾经说 神不愿意一人沉沦 但愿人人都悔改 在以西结书里面 神说 罪人灭亡 岂是我所喜悦的呢 所以这么一种天国的引力 是向每个人开放 每一个人都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受这种天国的吸引 那么这种天国的引力 是如此的真实 就跟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重力一样 重力如果有天国的引力也一样真实 我们可以从神手里接受到上帝的恩典 我们可以从神手里接受到上帝的恩典 这说当光明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大家看到在第十二章的三十六节 第十二章的三十六节是说 当你们中间还有不多 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 应当趁着光行走 免得黑暗临到你们 When we respond to this drawing We are rescued from the power of sin 当我们受天国的吸引归向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被拯救出来 是从什么东西拯救出来 是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 And our eyes are open to the light of heaven 我们的瞎眼就得以看见 我们可以看见从天国来的光明 All of a sudden we see 我们就突然之间就可以看见上帝的光 Isn't that just what Mother Lincoln said this afternoon? All of a sudden she saw 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林妈妈 在今天下午受洗的见证里面讲 她曾经是个瞎眼 来到这里以后 听到福音以后 神就开她的眼睛 她就看见耶稣的光 He responded to the drawing 她对天国的引力做出了正确的反应 And her eyes were opened to the light of heaven 神开了她的瞎眼 使她能够看见天国的光 The gate to eternal light was opened to anyone who will respond 那个永生的大门就打开 每一个对上帝从天国来的引力产生回应的人 都可以尽得永生之门 Now Jesus Though He was troubled When He came to the hour He rejoiced 尽管耶稣的心里忧愁 但是当他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就是那一刻 他要上十字架之前的话 他反而什么呢 他实际上是有喜乐 Hebrew says it in chapter 12 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提到耶稣的喜乐 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讲到说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仰望 我们就应当在第二节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He knew that what He was going to do was going to bring glory to God 他知道他所要做的 上十字架这个事情 将要让上帝得荣耀 And just like I have said to some of you folks here I have just come back from Vietnam 在座有一部分的朋友知道 我刚刚从越南回来 The church in Vietnam has just observed the anniversary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gospel in Vietnam 这个越南的教会 刚刚庆祝了福音进越南一百周年 In 1911 there was one Christian in Vietnam 1911年整个越南只有一个基督徒 And one of the books that I got over there has a picture of him being baptized 在我达到的有一个手册上面 就看见这一个第一个基督徒 受洗的时候的照片 那是在1911年 My mother and father went out to Vietnam in 1914 or three years after it started 我母亲和父亲他们受神的呼召去越南宣道 那个时候是1914年 就是那个第一个基督徒受洗以后三年 In 1915 there were two missionary couples in the country 在这个1915年的时候 在越南境内总共有两对宣教士的夫妇在那里工作 Mr. and Mrs. Catman were in Hanoi and my mother and father were in 南 这个另外一对夫妻是在河内 我和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在大南 But when I went over there for this celebration I was listening how many Christians are there here now 当我去参加他们一百周年庆典的时候 我就滋润了着听 看看他们现在有多少基督徒了 And I heard it from place 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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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ce 1 million 500 thousand 我听了好多个地方 几乎每个地方告诉我的数字都很接近 大概是一百五十万 Now as I thought about it All of those 1 million 500 thousand had yielded to the drawing to the gravity of heaven 我这期间一直在想 这一百五十万人怎么能信耶稣 现在我知道 他们之所以信耶稣 是他们当受到天国引力的时候 他们愿意受天国引力的吸引 他们顺服这种从天上来的吸引力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gravity of heaven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天国的引力 Now that gravity is still drawing 大家要了解哦 这个引力不是引一下就结束了 它是一直不停地牵移我们每一颗灵魂 Every single person in Athens here is being drawn 每一个在雅典镇的灵魂都受这种天国引力的吸引 He's doing it the Bible says so 圣经里面讲上帝就每时无刻 无时不刻都在做这个事 And we have to believe it 我们必须要深信耶圣经的话 What is that part? 那你说那我们该做什么呢? How we have to do is our part is telling 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做什么? 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地上的人 But our part is not to draw 但是我们的工作要小心不是去吸引他们 That's his work 吸引是上帝的工作 And he will do his work and he wants us to tell them 我们的工作是出去告诉他们 他的工作是把他们吸引归向基督 And that drawing will not cease until the world is finished 直到世界的最后一刻 这种引力不会消失 And those who yield to it will not fall into hell 那个顺服天国引力的每一颗灵魂 没有一颗灵魂 因为顺服灵魂 最后不小心还掉到地狱去了 没有一个 Those who yield to it will fall up to heaven 这个如果被受天国引力吸引的 会掉上去不是掉下去 Can you fall up?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我掉上去了 I'm sorry school teacher I'm sorry school teacher I make a few mistakes in the ground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这个老妈妈就是这个家的主人 她是一个老师 我们也知道她如果从这个 我们语法当中这是错的 没有掉上去只有掉下来 And where they will live forever 这些人被天国的吸引了以后 掉上去的人 可以永远的活在天国 And what is so marvelous Is that up there in heaven They are preparing a marvelous 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在天国在预备一个人的理智 人的理性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一个声大的 And it's called the marriage supper of the lamb 这个宴会的名称叫做高羊的婚宴 I'm going to be there 我一定会在那里 And how many people in Athens would you like to see there? 在雅典镇你有多少人希望看见 在那个宴会上看见雅典镇的圣子 But it isn't really what you like to see It's what Jesus like to see 实际上也不是说 你愿意愿意看见雅典镇什么人在这个宴会上 更重要的是 耶稣愿意看到雅典镇的每一个灵魂都上天国 So folks, tell them about it Just like we're telling the Chinese I can't even tell it in Chinese I can't tell it in Chinese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所以雅典镇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告诉雅典镇其他的没有得救的人 我曾经师徒好好地给中国人传福音 但是我的中文不够好 But the Bible said that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And I will be with you to the end of the age When you're doing that You are not working alone Jesus is working 耶稣说 你们要到福天下去传福音给他们 请让天下外面作文的门徒 我就什么 与你们同在直到数界的末了 意思说我们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单枪匹马的 有上帝与我们同在 Obviously there are good Everybody is going to receive it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雅典人 或者每一个中国人 都会相信耶稣 受这个天国吸引的吸引和顺服的 But that's not our problem 但是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That's Jesus' problem 这是耶稣的责任 Leave it in His hands 所以我们把耶稣的责任交给耶稣的身上 And just obey Him and rejoice in what He is doing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顺服 然后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作为 所以我们就有大大的欢喜 对 好 上 牧师要叫我 I have faith first 好的 OK 主啊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这天上来的引力 感谢祢 感谢祢 从天上来的引力 那就是基督耶稣 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 吸引万人都归向祂 主啊 但愿我们没有 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掉下去 都是掉上去 主啊 感谢祢 但愿今天晚上 这么一个美好的时刻 在祢的灵运行到我们中间 感动我们中间 每一个灵魂 每一个心 主啊 让我们顺从这种引力 让我们被祢牵着走 一直牵到天上 永远不再掉下来 感谢祢 也但愿祢言明所有雅典正的弟兄姐妹 雅典正的每一颗灵魂 主啊 它也是你 他们也是你所爱 你所吸引的 我巴不得主啊 在那个高阳的婚姻上 每一个中国人都在那里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雅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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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 为今天这样美好的时光 主啊 如果我们有人这里 硬着心要造他祢的恩典 求祢赦免 求祢赦免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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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赦兴 祢祢 祢赦免 to doing what you tell us to do and Lord I'm just waiting for the day when I can step into that banquet hall at the great marriage supper of the man what a wonderful what a marvelous celebration Oh Lord give us the drive to tell people about it Lord I thank you For Jesus sake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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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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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